深夜时分美国军事援助抵达乌克兰 一架载着标枪式反战车飞弹 发射器等军事硬体设备的美国飞机抵达基辅 乌克兰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的军事入侵之际 这是美国对乌国两亿美元安全方案的第三批军援 预计很快还会有第四批军援抵达 除了美国 英国日前也提供乌克兰一批反战车武器系统 波罗的海三国也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升温 美国和北约都动起来支援乌克兰 不过俄罗斯根本没在怕 投入6000部队以及至少60架战机 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军演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 将考虑对俄罗斯总统普丁本人直接实施制裁 拜登表示可能会在近期调动一部分 待命中的8500名美军士兵 但也发誓不会直接派遣美军进入乌克兰 而是会协调配合北约盟军一起行动 北约在波罗的海及波兰部署了4000多名士兵 目前正考虑增派更多部队 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 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也持续与北约合作逐步提升战备 当局宣布将在近两周举行大规模演习 为任何潜在行动做好准备 美国不断放话威胁将用制裁回应俄国侵略 法国与德国则还是期望用外交谈判 化解东欧危机 表示俄国若入侵将付出惨痛代价 但希望不需要走到那一步 德国 法国 乌克兰 俄罗斯等各方代表 26日将在巴黎会谈 寻找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的缓解方法 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 希望东欧情势能够降温 但若冲突真的爆发 已经准备随时向乌克兰提供必要协助 欢迎新闻刘明轩综合报导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25号表示 如果乌俄冲突继续升级 很可能进一步增加许多国家的能源成本 和大宗商品价格 让全球高通膨维持得更久 欧洲市场长期仰赖能源进口 而俄罗斯身为当地最大供应来源 在过去几个月来却不断限缩供应量 导致欧洲大陆近期石油天然气的价格翻倍成长 已经出现冬季能源危机 也因此假若战争真的爆发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有别于自己就是能源出口国的美国 欧洲受到的经济冲击恐怕会最严重 目前全球已经处于整体高标准的通膨时期 普丁的一声令下打击的不止地缘安全 更可能连带引起各国物价螺旋上升的连锁效应 欢迎新闻刘千文总和报道 美方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丁可能会在二月中旬对乌克兰动武 呼吁当地美国公民应考虑立即离开 美国副国务卿选谩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二月初也就是北京冬奥开始的时候入侵乌克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不会开心 无恶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际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针对二百联盟军力展开突袭检查 派遣苏减35战机及散兵 至白俄罗斯布雷斯特分阶段进行军演 而面对俄国扩大军力 美国军方也加码派遣六架F-15战机前往爱沙尼亚 进行为其一周半的部署积极应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方以书面回复俄国要求 期盼促进对话 也强调将持续协助乌克兰提高防御能力 另外为了平息乌俄紧张情势 俄罗斯 乌克兰 法国及德国各派代表 在巴黎举行会谈 使2015年达成终止乌克兰东部战争的 明斯克协议四国重聚一堂 俄罗斯与乌克兰特使在德布拉沃选下 维持乌东平阵 与此同时西方强国持续发出警告 俄罗斯如果进攻乌克兰 将遭到大规模经济制裁 但俄国国营媒体却告诉观众 是美国在乌克兰增兵并提供武器 主导紧张局势 但绝口不提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 部署约十万名军队 大力将问题甩拨给西方 而独立民调资料显示 俄罗斯民众普遍相信这种说法 北约也向俄罗斯喊话 双方应加强对话 并重新设立办事处 面对俄罗斯指控北约力挺乌克兰 对俄罗斯西侧构成威胁 北约表示不会把作战部队部署到乌克兰 而在俄罗斯提出多项安全要求后 北约预计本周提交书面提议给俄方 并强调不会在核心原则上妥协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导 在雪地中试射短程反装甲飞弹 随着乌俄紧张关系升温 乌克兰加强边境军备 同一时间俄罗斯持续进行军演 俄罗斯在黑海射炮弹 并不断运更多装备进入同盟国白俄罗斯 甚至举行联合军演 两国都进入备战状态 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战火一触即发 对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如果白俄的重要盟友俄罗斯遭到攻击 白俄将会出兵作战 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完全激烈 这里会有几千亿美国军 几千亿美国人 会抵抗这世界的国家 卢卡申科表示 一旦战争爆发 会让成千上万俄军驻扎在当地 俄罗斯近几周 在乌克兰边界集结数万名部队 引发入侵乌克兰的担忧 而美国国防部表示 俄军已有足够能力侵略乌克兰 一旦发生攻击 会造成重大伤亡 虽然乌克兰并非北约成员国 但美国政府担心 一旦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战事恐颇级临近的北约国家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很快就会派遣一些美军赴东欧支援北约 美国在欧洲已驻有数以万计兵力 不过大多在西欧 而五角大厦正在讨论是否增派少部分军队到情势紧绷的东欧 不过拜登表示人数不会很多 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警告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 北溪二号将不会运作 另外美国也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在31号召开公开会议来解决乌克兰危机 不过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对安理会所有讨论的决议都具有否决权 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批评美国 只是想要加剧俄罗斯周边局势 不过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避免发生战争 他们愿意与西方继续进行外交讨论 这是就乌克兰问题发生以来 拉夫罗夫释出最温和的信号 表示愿意就美国的安全提议进行讨论 并重申不希望对乌克兰开战 欢迎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3.0全行出发